中國商務部驗宣佈對台部一排列調查 認定臺灣大方便探索中國2500控告行的産品 行政因副議長台分散 也跟中國發聲 不可以在政治操作 因為這中國是故意三開WTO規制 對境無往來都是不利的 臺灣國部會都會有優勢應對 那工廠協定會理事長吳東梁表示 調查結果有數量危険 建議政府家庭找出口指定分散激動的方向 中國商業部四位共國對台灣 客棟無業障礙調查 今天提早對我公佈調查結果 認定臺灣對中國無業陷阱作法 已經構成無業障礙 繞開WTO的機制 那進行片面的政治操作 這對於正常的經貿往來不利 我想中藩應該停止這樣的政治操作 那我們各部會會有相關的陰影 我方隨時準備好 跟對方在WTO的平台上 來進行討論所有的貿易爭端 會隨時跟我們的產業來討論 用我們各種的政策工具來協助業者 中國國台版表示民進黨統教丹洪民 限制很多中國產品輸入 範圍還有更大出場 到今年11月底 包含肉跟食用白癌肉貨製品 還有更替電機 都做2500控告行中國產品限制進口 又提出無負荷海鑑融化 經濟合照的協定 因為損害中國產業利益 也損害臺灣消費者的利益 對調查結果 工廠協定會理事長五重量 感到危險 因為中國跟臺灣是最大的 沒有優伴 也是臺灣最大的 沒有順差來源地 專家認為臺灣的酒化 將股肌膨脹 可能會受到無所謂 調查出現關稅損失 就連中小企業也要 體制營營才能夠給影響 讓我們的這些中小企業知道說 假設真的中國在選前 不論是選前或選後 真的對ECFA 現在的廠商去做一些制裁的話 政府可以馬上提供 可以應急的措施是哪些 那我覺得就有助於去降低 大家現在的一些不安的感覺 劉委會認為中國故意不買用 WTO沒有政論規制 明顯有政策無敵 專家認為每年的總統台選結果 強制原來影響中國沒有 將來的反制措施 記者中華報導